一名没戴口罩的白衣男进入香港这家钟表店 十几秒后四名戴口罩的扼煞冲入店内 分别持刀跟铁锤砸毁展示柜 向警员挥舞西瓜刀后抢走名表 整个过程只有两分钟 一共损失超过四千万港元 约一亿多台币 被抢的钟表行为在香港闹去尖沙嘴 大门玻璃破裂店内漫视被砸毁的玻璃碎片 警方表示带脱得索之后 有车接应逃离现场 而店员怀疑一开始进门的顾客 应该也是共犯 这家钟表店不是第一次被抢 在2020年搬迁到限制之前 也被抢劫过一次 表行的店员感叹 因为经济太差 让人铤而走险 名表再次被洗劫 TVBS新闻 向张宝成员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